第六 试经学原理 原则 例证 这个就很长了 这个以后试经学课程 找试经学老师去记 因为有解经学 我之前也给大家 这个讲义里面 也谈到了很多的解经原理 如果你们还没听的话 应该这个课程 应该下周学的 就是试经的原则 原理 我在我的这个导论里面 视频里面已经讲了 两课是几课 而且举了很多的例子 可以参考那个智力 我就不必要再解释了 从根本上来看 试经和解经有什么不同 排除这个英文的差别吧 解经是注重原意 发掘经文本身的 从经文本身发掘 作者的原意 试经呢 是侧重于 和当下的处境结合 他俩都有共同点 都是发掘圣经的原意 但是前者侧重于 历史性的意义 圣经原本的意义是这样 解经是这样 试经呢 是强调 这个经文 对我们当今的 溢处是什么 可能应用和关联性 比较强 大家关于这个方面 可以摆注一下 网上有特别专业的 规和试经和解经的 差异的解释 那这个我们就越过去 人对于圣经流行的观点 是什么 这个每个时代流行的观点 都不同嘛 什么十九十八十起盟运动以后 每个时代的精神都不一样 然后对一代圣经的看法不一样 简单的 简单的 我们可以分三类 可以分三类 第一类 自然主义 不信派 把圣经当作一本普通人的书 所以圣经有问题 知解了 圣经里面哪个部分引用谁 就完全知解了 圣经没有统一性 圣经也没有权威性 圣经会有错误的 所以否定圣经权威的不信派 他们处理圣经的时候 就像处理其他历史文献一样 不会带着敬畏的心 谨慎的心 他们也不认为 圣经具有什么生命 救赎 权威性等等这样的 这是第一种 不信的自然主义 第二 另一个极端 就是神秘主义 对待圣经抱有一种迷信的观念 圣经就是神的书 他们都不敢在圣经上画线和标注 为什么 那是神的话呀 谁敢在皇帝这个黄纸上 太监拿来传圣纸的那个黄榜上 黄纸上乱写乱话呀 那不是亵渎吗 对不对 要被斩头的 所以他们带着这种单纯的 无知的恐惧的心理 圣经千万不要这个 涂抹化折 当然这种敬畏心 对神的尊敬是好的 但是有点迷信和无知 甚至什么 圣经能够赶鬼 有病的时候放在病人身上 赶鬼的时候拿圣经去拍人 然后甚至把圣经放在枕头边上 辟邪 就像挂在胸前的十字架一样 非常虔诚的握着十字架 大家可千万别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十字架顶多是一种象征符号 对不对 象征基督教也好 象征福音也好 象征基督的救赎也好 原本是羞辱的咒诅的 这个刑具 却因着一个人被挂在上面 一位被挂在上面之后 被转换成救赎和祝福的通道 全员 变成一个宗教的 世界性宗教的一个符号 记号就是十字架嘛 它只是象征 它本身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 对待十字架的态度 可能跟基督教有关系 也可能没有关系 因为它不是基督本身 它只是符号 当然有一些亵渎的人 让我们践踏圣经 像圣经吐吐沫 或者焚烧圣经 让我们践踏十字架 吐吐沫十字架 卖过十字架 他们这种要求是有意图的 去让我们抛弃信仰 借着这种行为去表达 我们去决十字架 所象征的信仰和福音 那这种恶是我们要知道 所以这种我们不能做 除此之外 我们打扫房间的时候 有些家里面 什么耶稣像啊 什么十字架呀 你觉得都是一些没有用的 要处理垃圾的话 那烧也就烧了 周报呀什么 我们都有什么 主后2023年那个年报 对不对 印的从 以前是从温州 我是从海外流传的 那红色的两边 像中国那个 这个约节的那个羔羊呢 横幅两条树 那样的挂在家里 我母亲是家庭教会吗 从小 也不能说从小 这个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看她 我家里挂在那里面 那样的 那你要觉得 它是一种辟邪 或者什么神圣的东西 摘都不敢摘 这个收拾房间 的时候要 已经这个救了 换掉 然后怎么办 是丢到垃圾桶里 还是要烧掉 你觉得是亵渎的话 就没有必要抱着那种 迷信 对不对 所以 这是第二种 对圣经抱有这种 迷信的这种观念 第三种 就是中道的 正常的 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要慎重去对待圣经 毕竟圣经是 第一是它的这个价钱的问题 第二是它的 价值的问题 第三就是它象征性的问题 它毕竟是神的话 虽然这个圣经书本身 这个纸跟别的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它象征着 我们对待神和神的话 我们虽然不能那种太轻慢的 到那种自然主义 或者太迷信的那种神秘主义 迷信那种 但是我们要适当的去对待它 有的时候 我们在韩国有这样的老的传统 这个牧师拿圣经的时候 一定要有那个标准动作 你要看到那样的人的话 你就知道 要么就长老叫牧师 这样拿 这个放在胸前 你要这样拿 这个甩着走的话 很多信徒的良心会受伤的 这么不尽情 那么随便 的确那样的 因为已经形成了那种模式 所以要小心 所以尽量也慎重 但是不要迷信 那当然近现代一些 这个19世纪 20世纪一些新自由主义神学 比如说类似的 我说的那种自然主义 什么历史性的耶稣 把耶稣什么高等批判 什么等等 这些都是那种 属于自然主义这个类 避免自然主义 也避免神秘主义 或者是迷信主义 重要的圣经 适当地去爱惜它 保护它 不管它多少钱 15块 30块 50块 或者几百买的好的书 爱惜 因为里面记载着神的话 所以热心去读 对圣经最大的尊重就是 爱惜保养的同时 认真去读 适当地画画 这个也是好的 标注 去重点的勾勒出来 甚至用彩笔标示出来 甚至注释等等 解经辅助的要标示出来 等等 重要的是认识圣经的话 实践神的话 传扬神的话 这是爱 优华律法的人的表现 昼夜思想 并遵行和宣扬神的话 当然是真正对神话语的尊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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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